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内政部宣布中产以下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专案6月1号起开始设理 符合资格的民众只要透过营建署官网线上申请即可 在内政部长林又昌营建署长吴新修及今晚会与金融街代表共同组织下 总经费165亿的中产以下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专案6月1号起正式开放线上申请 希望透过政府与社会的力量给予经济弱势者实际的支持 台湾虽然防疫的工作还有经济的表现都在世界上名列前忙 不过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民众 包括许多的中低性的一个民众 其实经济跟生活上也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这次在行政院的议后这个特别条例里面 我们特别争取针对我们中产以下自用户的住宅贷款户的一个支持专案 这个专案的预算有165亿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政府跟社会的力量 为了让这项福利政策顺利实施 营建署方面提前两周开放90线的免费咨询专线 开放至今累计超过1万5千通 对政策说明产生极大的帮助 经过上个多月跨部会整合努力 中产以下房屋贷款户支持方案 提供简单安全的申请方式 民众只要进入单一入口网站 一键按下即可 牛昌也强调这项专案采线上申请方式 后续支持金将由政府直接拨付到 申请人个人账户 不会发简讯打电话或通过email通知 请民众提高警觉 最快的话我们会在7月上旬 就能够把金额直接拨到你 原本约定的缴纳贷款本息的账户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 最安全的一个申请的平台 那另外也阻绝这个诈骗 然后把这个金额是直接会拨到 你的账户里面 申请条件包括限定仅持有一户 核贷金额上限台北市850万 基于五都及县市700万以内 以及申请的110年各类所得总额 为120万元以下等 符合资格审查过关后 最快7月初就可以领到 每月3万元的支持金 预估可加贿55万户房贷足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一年有13万人次入场的 玉城公园游泳池 因为建筑安全问题 6月起将局部闭关 7月则全面封管改建 炎热的天气 民众在泳池游泳 运动健身也享受清凉 这里是玉城公园游泳池 由于设施完善 加上交通便利 一年有13万人次入场 不过这一栋 民国73年新建的建筑物 在民国108年级出现 有碎石掉下来 111年更出现大片水泥块掉落意外 今年3月经过专家鉴定 建筑物绿离子成分过高 就是俗称的海沙屋 因此台北市体育局决定 6月起局部闭关 仅开放陈泳泳科使用 7月起全面封管进行改建 施工期两年 3月9号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 在南港运动中心开了一个工厅会 那工厅会里面的 大多数人的决议 就是也是形象于重建 因为它重建的这个 补强的费率 高于这个重建的费率 一半 百分之五十以上 所以那么多数人的建议说 这个朝向这个重建的 这个目标前进 大概重建的时间 大概一年二十七个月 二十七个月 大概经费一亿两千万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 为了安全起见 也为了这个避免 这个人民受到损害 所以预定在六月底 五月三十一号 五月三十一号闭关 那六月一号开始 只能成用 从早上五点半到七点半 七点半到八点之间 给予办喜 八点钟以后就不能够 拥有了 那么七月一号 前面停止 对于这项消息 游泳客觉得很可惜 由于暑假将至 也有民众建议 是否能延到八月底之后 在风管改建比较理想 就是因为本身住台北市 然后就是 这边封闭之后 可能对于 平常的训练 或是教课 可能就会比较 少一个泳池可以用 就是场地选择少 对而且这边离捷运站也很近 就是没有开车的 只要自己交工具的人很方便啦 当然不方便啦 因为早上这里的游泳设备 这里算很好的设备 没有我们就要另找地方 那就造成很多 尤其成泳的啦 尤其暑假到啦 血统他们要跑去哪里 对啊 因为你看 七八月就是儿童最想玩水游泳的地方 这里设备大概台北市最好的地方 所以应当最好是 沿到八月底之后 让孩童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那是比较理想 为了让民众在玉城公园游泳池改建期间 没有其他可替代游泳运动场所 台北市体育局方面已经协调临近城的国中 南港运动中心 内湖运动中心 松山运动中心 信义运动中心 大湖公园游泳池 及三名公园游泳池 这七处地点作为替代方案 并提供公益时段和禁饶卡扣点服务 方便民众前往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松山区公所 与松山社大协流基金会合作 举办夏日基隆合资链 参与市预算成果走独活动 以松山区历年参与市预算成功的案例为主轴 结合田园城市 透过带领民众漫步悠游的方式 体验台北市田园基地的疗愈疏压风景 与政策的执行成果 由松山社大林素英与林锦英老师 带领大家走访松山行政中心 顶楼空中菜园 洗口廊道 以及基隆河滨高滩湿地等 并解说基隆河水岸植物及历史文化 夏日基隆河之恋参与市预算成果走独活动 将历年有关基隆河的提案串联起来 像是松山谷民洗口 意思是在河流转弯之处 并介绍彩汇提币 细说松山发展 与基隆河结弯曲职等历史 孤岛兰飞 红米米 红米米 有人会唱吗 对 这一首歌呢 里面呢 有提到 水连飞 摸摸西 这一首歌呢 是在大概在民国 大概三十几年的时候呢 那个由周天望 他的他作曲 然后呢 那个纪录下 这个要有一点点年纪的人才知道纪录下是谁 他唱的孤狗软飞 那想一想 在他那个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 你看 水连飞摸摸西 但是呢 现在这种花呢 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对不起 现在基隆河派就只有我们的西口湿地 只有我们的西口湿地 这边我们才有 我们的台湾冰棚草 他已经快要冰淫绝种的植物 那为什么会冰淫绝种呢 因为人为的破坏 还有呢 大家使用的一些农药 还有就是说 我们把我们的土 现在都变成水泥水泥化了 构树有公的跟母的 让大家看一看 让大家猜猜这一棵构树是公的还是母的 母的 母的是不是 答对了 那你从哪边看出说这一棵是母的 果实啊 果实 那公的呢 公的是长得什么样子 一条 对啊 松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去公所的空中菜园 在席流基金会团队指导下 多次获得市府颁奖肯定 走独活动更结合田园城市 透过带领民众漫步悠游的方式 体验田园基地的疗愈输压风景 与政策的执行成果 记者李协会台北报道 76岁资深歌手张琪和演员妹妹张琴 侯丽芳及孙琴出席台湾师志正协会举办的公益记者会 宣布6月10号在国父纪念馆举办 忘不了我们的歌演唱会 透过重现经典好歌为师志家庭送暖 资深艺人张琴出道至今已60年 经典歌曲《我一见你就笑》 《情人桥》《人生之人心》 他淡出荧光幕后片投身公益活动 不仅成立喜慎补助基金 还为师志正宾友举办公益演唱会 近期也将在国父纪念馆举办告别座演唱 重现经典好歌也为师志家庭送暖 我更要谢谢所有的支持我们爱护我们的好朋友 还有我的林淑敏我们弘扬孝道基金会 在七年前就跟我们台湾师志正协会合办过 卡拉OK的师志正的联谊赛 而且冠军者亚军者都把钱回馈捐回了台湾师志正协会 其实在七八年前我们就合作了 这一次当林淑敏我的好妹妹 她知道这件事第一个率先 马上直接把捐款了就捐到协会来了 那我要谢谢我们的大金这么仁慈 从兰迪的孩子 今天可能有两台全新的空气清净机 我不知道部长到了 没有我不晓得 但是当我说我要买一台捐给师志正协会 他说我们来赠送两台 因为新鲜的空气 对长辈也好 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点点滴滴 无论你是买票 你是捐款 我们希望台湾师志正协会 我们在艰困的日子 我们撑下来了二十几年 其实我跟许文君是搭档 我们在二十几年前就在推广 了解什么叫师志 绝对不是老环电脑 现在已经年轻化了 所以我们要多用大脑 唱歌不信你上网查 你问哥哥 一定是所有里面对身心灵最有帮助的一个 不灰 不要花太多的钱 只要你张嘴唱 我在中正跟国父纪念馆的交卡拉OK 交了二十年了 当然不是为那一点车马费 而是跟大家讲 你我都有机会 那古巴乐团这七十年来 谢谢我们陈总裁 出钱出力 支持 因为在民间能够活得这么久的一个乐团 真是没有的七十年 我唱了六十年 但是我的情人强 我的杯酒高歌 都是跟古巴乐团 我更感谢这一次帮助我们最多的 我们的台湾一起公益 还有我们的刘国伟先生的从背后协助 我们希望不管家里有长辈也好 是有你的年轻的师志的朋友 要走出来 要学习今天来参与 我们又会唱歌又有才艺 让老人家走出户外 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 林荣誉啊 她在台下什么都不记得 你上台就会唱歌 对 她一唱就不停 而且歌词一个字就不落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这是根深蒂固的 就是吃这行饭的人 唱歌真的很有帮助 我觉得真的 你可以练练歌 太终没有用了 坏歌了 所以刚齐姐呢 齐姐呢 给我这机会来练歌 我觉得很谢谢各位 皮雅为什么练歌 来表演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年轻小朋友 大家能够支持一下 我们老人家六十年的演出 真不容易活这么久 真不容易活这么久 六十年还在台上唱歌 好 谢谢有这个机会来 真的让大家来认识失智症 那认识失智症真的是刚刚 刚刚齐姐其实她非常的清楚 要早期诊断 然后要早期预防 然后早期介入 早期介入其实包括要 要比如说处理财务啊 刚刚有提到财务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早期 就要开始练歌 因为我们唱歌跟说话的 这个脑部的部位是不太相同 所以练歌你把歌背起来了 那将来这个什么都忘记 但是会唱歌 然后练歌又可以这个训练 记忆力又可以运动 比如说我自己本身 我也在和唱团唱歌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那所以呢这个我想也是 也呼吁我们的大众的朋友 其实失智症不可怕 失智症就跟其他的疾病一样 它都是一个我们可能会遇到的 而且人口还不少 现在大概31万 32万 台面上的 那31万就是31万个家庭 不是人 因为失智症所引起的问题 其实是家的问题比较多 那所以呢其实因为认识了失智症 大家就会认识这个家的重要 所以我想刚刚琪姐也提到这个 其实我们要从家里开始做起 这个培养好关系 以后就没有关系 得什么病都没关系 台湾失智症协会指出 国内失智人口已达32万 失智症目前无法治愈 但透过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以及良好的生活安排 社会参与 仍可控制病情 透过金曲怀唱 也可以带领失智者回忆 有助促进正向情绪与表达 对失智症不是人人愿意得到的病 但是因为我们得到了 他得到了失智症 但是我们愿意走出来 让大家知道失智不可怕 你只要走出来 我其实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仍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 作息 各方面 只要你愿意站出来 那生活你就会更精彩 那这一次的演唱会 真的是谢谢几位大哥大姐 你们真的是看不出来几岁 我都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惭愧 那谢谢他们能够呼吁 大众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 或者是带着小孩一起来 我觉得我们的小孩一直都是听的歌 可能跟这个琪姐要唱的歌 会有差别 但是让他们能够认识更多更多 我们这个台湾对整个社会很有贡献的这些艺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大家听到 琪姐不是只有一个艺人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热心公益 而且关心我们的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起来 那邀请你的朋友 尤其是可能有一次这个失智的家庭 其实大家可以来邀请他们一起过来了解失智症 我们现场也会有一些的朋友的分享 所以我想失智症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不了解 甚至误会 觉得失智症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好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台湾失智症协会 因为这个台湾失智症协会是代表台湾 这个参加国际活动的一个协会 唯一代表 唯一代表 所以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的0800 474 580这个咨询电话 现在也是全国都可以通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帮他走失 是我们这个走失也都可以来 我们也有一个协讯的一个网站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去利用 张琪有感多年照顾家中失智长者的切身经验 也特别到睿智互助家庭与失智家庭合唱 传递温暖 希望透过自身力量 呼吁大家一起关怀失智症家庭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爱喝花炒茶的民众要注意咯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茶叶及花草茶抽验结果 四件产品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标准 包括了粉玫瑰 玫瑰花瓣及蝶豆花 已经通知贩售商立即下架 为维护民众饮用茶品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前往超市卖场 茶行饮料店等处抽验茶叶及花草茶 农药残留 抽验50件产品中 四件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规定 其中粉玫瑰以及玫瑰花瓣 各剪出一项残留农药 两件蝶豆花各剪出两项残留农药不符规定 不合格率为8% 好那我们这一次要说明的是在茶叶跟花草茶 其实这个跟这个夏天有点关系 就是毕竟夏天到达会想要多喝点水 所以在花草茶跟茶叶部分 也是在接近夏季非常热门的一个产品 那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特别去针对市售的这些花草茶跟茶叶 去做一个抽策的把关 那这一次总共抽验了50件 那其中有四件的一个农药残留是过量的 这个是 我规律大概是18%左右 那这四件里面有两件是所谓的玫瑰 玫瑰花瓣这一类的产品 那另外有两件的话是 所谓的蝶豆花这一类的产品 那这个农药超标的话 它是不符合食安法第15条的规定 那依法可以处6万元以上 那2亿元以下的一个发换 那再的话就是 如果大家对这个农产品是有兴趣的 那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农药的使用上 可能要注意在源头的把关 那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那在消费者购买这一类的茶叶花草茶回去使用的时候 那当然你也可以经过清洗 如果不清洗的话 你可以在饮用前的这个壁泡可以把它倒掉 那它会减少这个残留农药的使用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如果说大家有买一些茶包啊 或者是中药类的茶包 那回去的时候 也记得注意看一下它的产品包装上面的标示 那依照它的标示的一个部分去使用 那也要注意一下产品是不是有过期 卫生局表示 由于市售玫瑰花瓣蝶豆花等产品 多为小农业者或进口 在管理上相较茶叶没有那么严格 农药违规率也可能比较高 那这个品箱里面大部分就是传统我们认识的茶叶 可能乌龙茶绿茶红茶等等 那这类很多是所谓国内的一个生产 那国内其实在生产的过程 在农政部门他们对农药残留的控管 那还有包括辅导农民其实这个部分是还蛮上回到的 所以相较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合格率是很高的 那我们这次抽验的一个玫瑰 那还有包括就是这个蝶豆花 在国内它并不是很大宗的一个花草茶或者是茶叶的产品 那比较是进口的 那或者是比较小农在做这个生产 那我想这个部分它的一个合格率相较一般茶叶 它的合格率就会较差一点 我想这个还是要去从源头去做把关 另外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 在泡茶时除了用80度C以上的温水之外 将第一泡茶水倒掉也可以避免摄取到残留农药 选购相关产品时最好选择具有良好信誉的商家产品 或具有农政机关核发的农产品标章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乎于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联办13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在台北市议会引爆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台北市议员和梦华激烈的言辞交锋 双方对话火爆连议会主席都速度喊停 要两个人好好问话好好回答 台北市长蒋万安5月22号 在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针对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蒋万安表示 这项城市交流活动已经连办13年 今年会继续举办 不过市议员和梦华咨询时 表示蒋万安选前陈说 共机不老台才办双城论坛 质疑背弃选前承诺 您在选前的时候您说了什么 我们可以照您刚刚讲 您说柯文哲好龙斌 好我问的是您蒋万安市长 你自己在选前说什么 共机不老台 如果共机不老台 你才会办双城论坛 那请问现在这个承诺到底有没有效 蒋万安则以副总统赖清德日前才说 不应该放弃与中国交流的机会 陆委会也肯定历届双城论坛成果 蒋万安更反问和梦话 是要公开打脸陆委会吗 副总统 请您不要 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 你知道他说过什么 他在上个星期公开表示 好市长 他说要透过合作 您不要拿中央来说 中央的态度一直非常的明确 他甚至在上个星期 中央一直非常明确 而您非常的不明确 您在选前说 您坐这三个程度才不去 而你选后 你只会说 時間暂停 時間暂停 这是赖清德你们民进党总统 这是我的直询时间 你到底会出席双城论坛 你刚刚给不出一个答案 你现在可以吗 跟预言报告 上个星期五月十八号 陆委会公开出来 那我现在请问你 你要怎么样子来预防说 您的身份被中国来吃豆腐 陆委会也公开肯定双城论坛 甚至说他会愿意提供适当的协助 他甚至举台北登给的例子 所以这是好的经验 要延续下去 议员你要公开打点陆委会吗 两人激烈延迟交锋场面火爆 让议会主席副议长叶林传 多次喊停 提醒双方好好问好好答 请暂停 两位请暂停 好好问好好答 市政交流 市长请你好好回答 我的问题 你好好 立方 据了解 由台北市与上海市轮流举办的双城论坛 预计今年夏天在上海举行 角安强调会秉持对等尊严友善互惠原则 分享两世发展经验 藉由观光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促进双方城市发展并增进市民福祉 记者张吉腾台北报道 再等你来看桃园有一名板魔公 透过上网自学 竟然在家种起了大麻 警方接获现报破门搜索 赫兰发现大麻森林 现场共查扣了112株大麻植株 释加约560万元 全案已依违反毒品妨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偵办 警方破门而入 赫兰嫌犯趴下不准动 随后搜索 发现枝叶生长茂密 宛如一片森林的大麻猪 刑事局日前接获勤资 从事板磨零石工的消性嫌犯 涉嫌栽中恶景毒品大麻 于是组成专案小组调查 经过密集根肩搜证 终于在桃园嫌犯住处 查获市价约560万元的 112株大麻植株 大麻烟草及栽种设备等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接获检举 那检举说有民众在自家 自己来种植大麻 那本案呢 我们大概经过了 两个月到四个月的一个 查契以及溯源 那我们最后呢 在桃园的杨梅区 我们查获到了一个 这个消性犯贤 在自家呢 自学 然后买了种子 种植大麻 那经过 警察官跟法官 合发的拘票及搜索票 我们在该处处呢 查获了112株的大麻 以及相关的大麻的一些 产品 以及相关的植物生长根 以及栽种的工具 以及物法赃款 那这个案子呢 那这个案子呢 我们调查发现呢 这个犯贤呢 是上网自己去学习 种植大麻的技术 以千叉法来加速 这个大麻的一个种植 嫌犯共称大麻种子 是向有人取得 自行私用没有贩售 不过警方怀疑人有共犯 持续追查中 并将全案 依违反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偵办 经过检牌官生押后 嫌犯也被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记者张吉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合作举办全骨及味精致杂粮料理体验课程 用简单的器具制作出软质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国建署建议三餐的主食至少要有三分之一以上 来自全骨及味精致杂粮食物 以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及膳食纤维等营养素 但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111年调查 北市65岁以上社区长者 不吃或少吃全骨及味精致杂粮的原因 有36.4%长者表示口感太硬咬不动 有15.2%长者觉得烹煮不易 进而降低接受度 但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 台北市跟中山区 我们已经是超高龄了 那在超高龄的社会之下 国药老化跟延缓私人非常重要 营养更不可以缺失 所以我们在跟营养推广中心 这边合作的时候 就会发觉去年度 营养推广中心做的问卷调查 社区的长辈跟民众 不喜欢吃全骨類 但是全骨類又是我们平常 营养里面的三餐 三分之一都是需要靠全骨類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今年度结合了 营养推广中心 还有内湖国泰 张其然老师 营养师 那我们推广了 如何让全骨類 变好吃又是软质 更重要就是 像独居的长辈跟上班族 如何运用简单的食材料理 可以做出好吃 营养又上手的食物 那大家都知道 国温人的慢性疾病癌症 不断的增加 而且年龄不断的下降 那预防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饮食的一个方式 跟饮食六大类食物的 一个组合的一个结构 这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那在六大类食物的组合结构当中 全骨杂粮類 是非常重要的营养来源 大家都知道这个骨類 它基本上来说 含有最有价值的部分 就是在它的骨皮层跟米糠层 那骨皮层跟米糠层的部分 会根据我们这个骨类 跟胃精致的这个杂粮 它的加工精致程度不同 它的营养的保留程度 就会不一样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 像草米 或者是说像那个红衣人 这一类的 这个全骨类的话 它的营养价值 是相对百米来的高的 那另外的话 像地瓜 南瓜 或者是像植米 它里面所含的这个植化素 那其实含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对我们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 那所以这类食物 大家就知道说 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这个膳食纤维 那这膳食纤维 除了预防肠癌之外 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另外的话 还可以预防这个血糖的一个快速的上升 对血糖的控制非常有帮忙 那所以大家在健康饮食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都不吃这些全骨杂粮类 因为他们还是对老年人来说 维持我们健康非常的重要 然后包括就是说 我们在吃的时候 刚刚主任有提到 我们可能在三分之一里面 应该要有这些全骨的来源 才能够有足够的营养的一个供给 包括就是维生素B群 还有在配牙当中的维生素E 以及矿物质 钾跟鎂等等 这些营养全都非常的丰富 那在身体当中的角色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配到这样足够的一个比例 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尤其如果说 他消化中能退化 他能吃的比例比较低 那这个时候 能够给他高营养的食物的话 就非常的重要 另外营养师张诗兰也强调 要巧作圆形食物 因应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制作创意肉粽 提供给民众参考食谱 当初会想要做这道料理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调查里面 我们在社区调查里面 发现小朋友对能够接受的全骨杂粮是植米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担心的是 种植的热量过高的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把中间的热量一降低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全骨杂粮的 我们全骨杂粮的植米 之后我们中间的内餡 我们选的是乳酪丝 那主要是因为乳酪丝 其实它有带一点咸咸的口感 这再加上纸糯米的一个味道 所以它就是会咸咸甜甜 所以老少会比较嫌疑 那我们这边是强调的是说 因为植米它是属于全骨杂粮 会比较硬 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大家 在使用这道料理的时候 可以先把植米浸泡一个晚上 这样再来烹煮的时候会比较快 它比较快熟 北市中山健康服务中心 和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合作举办 全骨杂味精制杂粮 用电锅料理体验课程 颠覆民众对全骨杂味精制杂粮食物 有口感偏硬及烹煮不易的印象 首推制作料理食谱升级版 我是一个70岁的奶奶 带着我7岁的孙子来叙述我这次上课的成果 那天我用老师教的食谱 使用了全骨 跟味精制的杂粮做食材 竟然能够简单的把六大类食物 甚至中医的药食同源全部用上 并且只要用一只手指压下这个电锅 就完成了 那天孙子用表情告诉我 那份餐饮的特殊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那么迫不及待 那么狼喷虎咽的吃东西 我起不至今的就拍下了几张相片 现在轮到我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做了这份资料 猜猜看 这些食物好吃吗 这次的课程刚好是安排在过年期间 所以呢 我们家里的亲戚朋友是从南到北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参加加情聚会 我也用了老师教的菜式做 给我给我养近90岁的哥哥吃 我的大哥对我也是赞不绝口 你真的没有想到我年纪这么大的哥哥 和我年纪这么小的孙子都能够同样的喜欢这样的食材跟做法 彻底的颠覆了 彻底的颠覆了全骨及未精致杂粮食物 不好吃的刻板印象 他营养适口 他简单易做 我对这满意极了 所以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 谢谢东南的健身说法 那也就是请各位媒体记者们帮我们广为宣传 那我们这一次 这一个食谱限量500份 那我们在106年也有第一版的食谱 是高纤的食谱 所以在这次记者会后 我们500份有兴趣的民众们可以洽询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以外我们中山区有42个礼 所有的礼办公室现在手上都有这个手册 所以欢迎民众们可以踊跃来索取 再带你来看台电北市区营业初照看座谈会 为即将来临的夏季用电高峰 预作准备协助大用电户 简单用电轻松省电减少电费的支出 炎了的午后进入百货商场 不但能逛街购物消费还能享受清凉 不过在4月店家调整 加上今年1月 心肩、离峰、时间店家的时间带往后延 包括百货、旅馆及医院等 长时间进行空调照明的营业场所 成本也随之增加 有百货业者就预估 尖峰时段最多恐增加20% 调整店家当然对这个店家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那应该有调整店家像尖峰用电这个差的 我们的电费也有20%以上的一个支出 对此台电、北市区营业处方面 特别举办第二次大用电户座谈会 邀请夜间时段有负载用电的高压用户 包含百货、旅馆及医院等用户代表举办座谈会 说明新间离峰时间店家新旧时间带的差异 以及4月起实施的新店家表 并提供相关配套措施 辅导大用电户选用合适的方式降低用电 4月份有一个新店家的一个调整 那大用户调整的幅度 确实比以前多了一点 那当然是我们必须要让用户 能够符合这个时间带的调整也有移动 所以我们必须让用户很清楚的了解 然后来根据他的用电形态 然后做最四行的一个调配以后 能达到他电价最省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今年特别针对大用户 今天办的是第二场 那医院、百货、旅馆这三大用户 那这主要是这今年开始大量的太阳能 发电加入系统 白天我们供电是非常充裕的 那随着这个晚上这个太阳渐渐消失 我们要用到其他这个机组的时候 那需要一些用户来配合 调整这个时间带 那也能够达到净零减碳的这个目的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处长张建川也建议 大用户可以从空调及照明等方向着手改善 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最主要是根据用电形态 比如说这个空调用力量比较大 那是不是空调如果是大型的机组 如果时间久了是不是台湾高效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配合它的人流的控制 有一些调节的措施 甚至说有一些温度可以适度再调高一点 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温度没有那么热 那这个可以省下很多队 那照明也是这个其中的之一 那现在LED的照明效率高很多 那可能他们过去没有全面的去台湾LED 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盘点一下 那至于说我们地下室的通风 停车上有通风 事实上如果到晚上是不是可以减半来开启 那尤其到6点到8点这段时间开启 我想对它这个尖峰的 因为晚上都是尖峰的店价 对它店价节省会有很大的帮助 配合今年4月起店价调整 台电北市区处除了设立新店价咨询窗口 在座谈会中还仿效餐饮业寄出了桌边服务 针对用户所提出的问题 面对面进行沟通和解说 希望协助用电大户聪明用电节省成本 也能促使再生人员发展共创三营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世卫身份证换发政策 因为资安争议太大暂缓推动 厂商向政府求偿 再加上已经采购的机器和场地费 以维持运转费 总计超过10亿元将由全民满单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 就批评政府让人民背锅 错误政策已成烂尾楼 数位身份证换发政策 因为资安争议太大暂缓推动 厂商向政府求偿 加上以采购机器和场地费 维持运转费 总计于10亿元将由全民买单 持续追踪议题的国民党立委赖世保表示 有资安隐忧的数位身份证已成烂尾楼 2019年内政部在规划案尚未完成的阶段 就办招标 委托中央印制厂 采购3亿多元的设备 厂商也进行备料 后来发现内政部的数位身份证规划委员会 这些委员都是外部 这些外部委员都是退休的公务人员 法治规范可以说付诸确明 与民间沟通的会议记录 也无端的从网站消失 所有的程序内容都尚未完备的情形之下 就在2020年草率宣布 政策将于2021年来上路 这些计划送到立法院之后 当然备受立法委员 学界以及民间团体的质疑 反对的声让不断 行政院在此情况之下 只好匆匆的宣布账款执行 当时是行政院是由前行政院的苏贞昌来做宣布 从2019到2020两年间 行政单位一连串的塑务政策 导致现在国家面临十几亿的损失 请问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谁要来为这笔案战来负责 是不是应该由当时决策的赖清德 自抛腰包来负责 而不应该由全民来帮他买单 赖清德现在是民进党所推出的 2024的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应该要为这件事情 来表达他的立场 向全民说清楚讲明白 为何他推出来的政策 无法执行 又造成我们国库这么大的一个场上 这么大的一个损失 所谓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 本件贸然推动数位身份证的政策 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吧 赖清德你不用负责吗 叫数位身份证专法要先通过 才可以动之预算 结果专法都没有通过 且这个花那个花这样花那样花 临临重重 加起来 已经花掉了 包括快要花掉的将近十亿 我们看到德国有专法 日本有专法 爱沙拉尼亚有专法 中华民国 专法还没有通过 他怎么可以先展后座 政治凌驾一切 就来推了 我在这里 积极的主张 也是我们党团的主张 没有治安 就没有资格谈EID 没有治安 就没有数位身份证 大家都非常清楚 因为最近国人受诈骗集团的诈骗 不顺其了 我不知道该会怎么样 我的手机啊 一两天就有一桶诈骗的 那个简讯来 每天几乎每天都有 我现在打开都有 打开都有 LINE里面也会有 为什么 各自被害了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叫Bridge Forum 我们都了解 台湾的人民 包括你我 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的各自被卖 透过这个Bridge Forum 这个论坛在卖 在美国那边卖 卖多少钱 5千块美金 5千块美金 就 把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的个资 通通买走了 在那里卖 这个 资料 2023年 今年 3月15号 负责人叫Frit Patrick Frit Patrick 被抓 他被美国抓到了 美国联邦 FBI抓到 在纽约抓到 在纽约抓到 抓到了以后 各位 他们的法院 Valginia的法院 你看到 Valginia的法院 写了一个 可以怎么样 可以 要通知crime victim 就是受害者 我们是受害者 我们是受害者 台湾的2千3百万人 的个子被害走 被卖走 我们是受害人 可以接到通知 可以去要求协助 我们总是要有人去跟 在 这个 这一位 就是 美国 就跟他要资料也好 或者说 到底 资料从什么要出来的 我们可以 主持者 已经被美国抓到了 美国政府抓到了 而且法院公开说 受害者可以去请求 你们的权利 我们就受害者 中华民国 台湾这个地方 就是受害者 我们政府在哪里啊 我们政府来 不应该要代表去 Valginia的法院 去跟他请求 全力 最少最少 要知道 到底谁或这资料 用去卖 结果我们看到 我们这五倍 赖世保强调 没有资安 就没有资格 谈数位身份证 他表示 若现在还不愿意宣布停顺 就是让全民 继续负担 数位身份证的浅坑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 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 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 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团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您来看 有民众向新一区 校中理里长林崇道成琴 指出临时停格车 轮胎却被钢钉刺破 下车查看 发现整条路旁都是钢钉 到底是谁 警方已锁定对象 一起来关心 平整地面上 仔细看 冒出一根又一根铁钉 数一数大约有十多根 最长的有十公分 铁钉还被磨得相当尖锐 就像暗器一样 不仔细看 还真的很难察觉 这里是基隆车中街 221巷附近居民停车时 没发现轮胎就被破一个洞 本来就不能用钢钉 而且更何况 这个钢钉是有特别处理过 那特别把头锯掉 然后又削得非常的尖 路边突然出现铁钉被人埋进地里 就怕有人受伤 里长赶紧拿出三角锥 贴上纸条 摆放钉子周围 提醒民众别靠近 但好蹲蹲的 路面怎么会冒出钉子 附近的邻居推测 是因为有住户 在这里设置马达抽水 却引来不少汽车车主 停放洗车 还把水管给压断 让住户无水可用 才分而钉钉子 不让人停车 可能这边有汽车 在当土墙这边停车的时候 可能有压断他的水管 所以他可能就是想说 因为昨天 这个水管有很明显 有做一个修复的动作 那可能是不是在顺手 就是在这个水管的周边 进行的这个钢钉的铺设 就是这几张照片 贴到金融社群网站 引来了警方高度重视 经过调查 发现案情真的不单纯 本辖叫中街向内停车时 车轮造异物刺破 经警方到场查看 发现该处一位有心人士 为防止停车挡住出入口 而设置钢钉 警方迅速于现场 访查周遭民众 以掌握可疑相对人身份 将迅速通知到案说明 并依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 以请基隆地检署侦办 警方表示 虽然现场没有装设监视器 所以没有拍下嫌犯身影 不过有人募集嫌犯在现场施工 已经锁定身份 通知对方 但说明这样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最终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金融市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有成 取缔的建树明显下降 市长谢国良特别带点心 感谢警察局交通队及易交同仁的辛劳 也仔细聆听易交在指挥交通时 所遇到的状况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带着甜点 来到基隆市易交大队 感谢警察局交通队及易交同仁 这段期间执行行人友善的辛劳 目前取缔建树已经有明显下降 市长谢国良也与易交讨论交流 指挥交通现场所遇到的状况 那我们今天带个饮料甜点 来跟他们问候也讨论一下 那现在行人友善有一些成果 那也很感谢交通队 还有易交弟兄姐妹 大家都合力的来推动 那现在车子我觉得在基隆的文化上 其实是已经慢慢会离让行人了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现在的取缔建树是大幅的下降 几乎已经取缔不太到了 一样的职情人口 一样的职情的人数警员 现在的取缔的建树 感觉只有高峰期的10%左右而已 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离让 我们是希望行人也要开始改变自己过路的文化 对车辆 车辆对你有善 希望你要对他们相对的也要友善 跟这个配合整个交通动线的引导 刚刚易交弟兄姐妹刚刚也在讲 有些行人不听劝 明明只有一个空档需要让车子疏导 他还是要过 甚至还会对易警的易交的同仁 会不礼貌的举动 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最近也都有采购密路器 让易交弟兄姐妹在职情的时候 可以合法的职情 维护自身跟对方的权益 根据易交同仁的反应 目前多数车辆都会离让行人 但也需要行人配合快速通过路口 市长谢国良表示 预计在第三季调整策略 重点向行人来宣导 以提升用路人的安全维护行车秩序 现在是要宣导 行人也要有自己该进的义务 行人怎么样自己该进的义务呢 行人要快速的通过 我自己之前就拍过一个短影片来宣导 行人要对离让的车辆要表示感谢 然后行人也要看路不要看手机 这个其实我觉得行人如果一直都在看手机 对他也安全 对他也不安全 对这个秩序也有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 甚至这是不是需要法律层面规范的问题 这都有讨论空间的 基隆一郊大队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力加入 一起为基隆的交通顺畅来努力 以上是这样 目前一郊希望有看到的同仁媒体 麻烦帮我们宣传一下 一郊现在有缺了 对对对 因为现在基隆又有很多重大工程需要去执行 对包括瓦斯管线挖 然后自来水管 然后我们看得到的爱山路那边的人行桥 都一郊派大量的人去24小时的轮班 有善行人这个部分每天投入 就在尖峰时刻 大概7点到10点 然后下午是5点到大概7点 一次的人力大概都会投入20至30位的人力 对包含如果假日的话就会更多人 所以希望各界 如果可以的话多多支持一郊 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警察局交通队及一郊同仁 为打造友善路口的付出 也再次呼吁行人过斑马线不要滑手机 要快速通过路口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那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加集团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和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脚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至 扣脚义务人几部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脚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及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好谢谢 我把你去到我手里 身上手中下轻酒 戎口 戴口